在台南中处出任立典原法业者 包含成立科技高分优伤公司 大勇林王科技优伤公司 以及弘元食育高分优伤公司 特別發育企業社會資源 关注六千黑防疫面具 由京法教分配後市長處黨委 鼓勵各界為何基本生活 經濟動輪的朋友 另外由金鐘自由會 政議員陳金鐘 以及永恆塞助會長 吳星路主席代表官場 黃農開發高分优伤公司 潮文企業优伤公司 永恆塞助會 抗金鐘自由會 總共20頭 專區奉合系統 給台南市政府 總結得五十六萬 由市長黃偉哲代表接受 並回正感謝政 以表達對國界誠心感謝 我們首先感謝黃農建設 潮文企業 還有我們永恆施子會 還有金鐘自由會 捐贈20套的呼吸防護系統 十套給消防局 十套給市立醫院 這是對於防護人員 非常高規格的一個設備 他們經過一個 一個馬達 可以把乾淨的 把空氣 經過過濾後的空氣 能夠提供給 防護人員使用 那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再感到 這個悶熱 而且感到 沒有新鮮的空氣 這是非常好的 而且防護很周旋 將來相信能夠讓防護人員 防疫人員在運送病患的時候 或是在做傾銷的時候 都能夠更安全更舒適 我們也感謝常立科技 還有大勇能源科技 還有紅原實業 他們捐贈總共各捐了兩千套防護面罩 總共共捐贈了六千個防護面罩 來給防疫人員 跟市府的相關單位來使用 這個防護面罩非常使用 而且可以一再重複使用 那對於這個防疫人員的安全 我覺得是有非常非常直接 而且立即的一個幫忙 除了口罩之外 我們現在夜市都要推動三照 口罩還有面罩 所以這個面罩都很實用 也謝謝他們能夠幫忙 為台南市的防疫工作 盡一份心理 謝謝